我們看到這段了 這是一個 幾十年前 我在我們台灣 要訪贏一次 我記得 我剛才讀高中 剛看到我 這篇到底什麼叫做 新得樂名單 很好奇去看 去看的時候 他說這已經下車了 下車為什麼下車 不知道 反正就是不可以看 但是經過幾個年 我看幾個看一次 我才發現 為什麼不可以看 因為台灣 正經也有跟他修正的 洞察 有一次事件 這個洞察下去後 但是 有什麼人出來幫我們叫 這個新得樂 他看到猶太人 在台一位在台中 他是一個企業家 他剛開始用到他的財產 去到希特勒的團體 跟他說 我要買哪一個人 我要請哪一個人 你不可以跟我台式 結果他剛才一個一個 一直去買 一直去買 買到說 他的工廠 他的企業全都買到沒有錢 買到破散 那時候 希特勒的團體 建範 建範 建範之後 我們就看到 他要送他一個東西 他在那裡 很感慨 說一句 我實在做得很不夠 我媽媽買那台車 我可以多救10個人 我媽媽用這個 黃金的徽章 我可以多救一個 兩個 他又說了一句 我媽媽那樣 我可以多救很多 他在那裡 反悔 我說我為什麼這麼多 如果這麼寒滿賺錢 要不然賺得多 多救我 我相信這幾個 在我們台灣人的心中 裡面 正經不要受過 二十八受害的人 他如果敢救一個 我相信 這個人一生的感覺 都在我們裡面 為什麼在外國人 他們看到 在逃殺的時候 他們想到 打到一點 人款 絕對不是這樣 人的生命人款 絕對 不可以 讓你用人 這樣要把他抬掉 就把他抬掉 動作政策在抬 在我們台灣 不是沒有這些人 是因為這些人 都去用台時 台時後 還把我們做假消息 說 日日法事件 就是共費來亂的 我們都聽到話 一直聽到 到最近 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的地位後 我願望 我們每一個人 只要 不是總理的財產 我們也沒有要求 我相信 在我們台灣 沒有一個人 做得一樣 沒有一個人 願意 做得一樣 連我自己說 我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我實在跟你們說 但是 今天 我們不用做了 台灣民政府 我們可以 學習的精神 你把你的資本 拿出來就好 可以 替我們台灣 典潤這麼久 都把他救回來 可以 整救到全台灣 目前 還有中華民國 那些 要不清晰的人 我們可以把他救回來 讓我們的 生命 換掉 比較有尊嚴 跟他一樣 我們可能 都跟他當作說 這是電鍵在做 實在 這是事實 他這個絕對 不是用打電鍵的方式 打多一點東西 不是 為什麼他那個名字 一直打出來 他就跟你說 跟最近的 以前的那張 手 跟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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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不去 這是在代表什麼 他所做的一切 讓人記念 在每一個猶太人的心裡面 台灣人 你跟我都是台灣人 希望我們看完 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將都 拿我們一份出來就好 願意 為了台灣說 我 將我一部分 我願意來這樣做 這樣我們台灣就很希望 今天會上課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願望大家 我們大家加油 謝謝 請起立 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